秋叶未落,战火已不复燃 建言四年的夏末秋初时节 宋经两国的战事彻底告一段落 而随着岳飞的御营前军护送着大量的河北流亡百姓一起渡河南归 双方战线也彻底回到了战前位置 不仅是这样,随着两军转回各自的安全区内 几乎算得上是不约而同一般 宋经双方立刻开始了边境上的相互有序减压 大量的野战部队从最前方有序撤离 辅兵、冥夫被解散 双方都默契地只保留了部分要害地点的驻军已做监视和必要防范而已 而后方也是一样 军事部队转入驻扎 明示官员开始重新主导地方 之所以如此默契 一则,乃是刚刚过去的那一战 双方都不免伤筋动骨 再加上双方都有一堆闭上眼睛都能想到的内部问题和麻烦要处置 所以都不想再相互消耗精力 二则,乃是经此一战 几乎所有有识之事都意识到了 双方的战略天平正式发生扭转 一段时间内 两国根本不可能对对方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精军没有能力再去灭亡赵颂或者夺取大片城地狱的赵颂领土 而赵颂也不大可能前五六年一直挨打 忽然间便能转手为攻了 之前嚷嚷了许久的宋经两国隔黄河战略对峙 到此为止,正式形成 这种情况下 只有张荣的御营水军获得了自由活动的权限 至于其余各处 不是说不能搞大规模摩擦 而是没必要 何况,还是那句老话嘛 是有缓急之分 又或者说让外壁先安内 随着战略平衡的达成 有些事情的优先级终于被调整了上来 七月流火 明明白白地入了秋 但暑气之盛依然难解 这一日 一行由驴车和骡子组成的队伍抵达了洛阳废都 然后直奔废斗旧殿遗址 对此 以着城池建立的驻军生活区内 诸多军事与军事家属早就见怪不怪了 因为这些日子 从东京往关西去的 又或者从关西往东京来的 但凡事的当官的 无论文武乃至于读书的世子 过往的客商 都要往汪相公训国的地方走一遭 然后又是焚香 又是提示的 而这位能在眼下时节凑到那么多驴车和骡子 还有侍从隋缘啥的 一看就知道是个正经文官 那肯定少不了这一遭的 当然了 这就是这些人无知了 因为跟那些因为汪相公名声而来凑热闹 凑脸面低路人不同 今日这位赶路经过此处的末期遇事 可不是什么烂于充数之辈 他跟汪相公是真真正正的同僚 甚至汪相公刊称他的恩相 当日南阳殿上受官后 莫其园中就在书密院行走 正是汪中墓的直系下属 故此 此番惊形落阳 莫其谢虽然疲惫至己 而且形成急促 却还是一定要往废都旧店遗址来 为汪相公奉上相逐 大理参拜的 不过 落了蜀行着泪后 按理说此时莫其遇事 本该学着那些往来世人官员 在刚刚粉了一遍的残言断壁上 提一首盗王诗词的 可不知道为何 他提笔詹默 却居然一无所得 反而突兀想起 赵官家昔日给洛阳所提残阙 正所谓公阙万间都做了 心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最后 只能弃笔眼泪而走 不光是这样 离开了洛阳废都之后 莫其谢一路继续西行 走小绵古道 过陕州 入铜关 沿渭水西行不停 却始终淤 而这种淤淤又让他心中持续不堪 且说 莫其园中何等通透之人 自己的心思自己亏得清楚 所谓郁郁乃是因为此战前后见闻所致 先是随郁营前军渡河 见河北千村辽落 归来后又闻闻向如此举止 祭祀之后自然郁郁 而不堪 却是他始终烦躁于自己不能走出这种情绪 须知道 想他莫其谢中年蹉跎 靠着南洋投机才渐渐得了官作 想的便是好好做官 做个大官 平素并不忌讳什么身前名 身后名的 这倒不是说就不能有这种郁郁之情吗 毕竟人非草木熟门无情 可问题在于 不知为何 一次次的 官越做越大 这种无谓的情绪却越来越容易出现 到了这一次 就更是明显了 这才心中不堪了起来 当然了 莫其缘中何等人物 心中不堪 面上却始终不显 而这日晚间来到临卫城外的医馆 闻得有人来访 秦之自己此番悉行面胜是要做大事的 他更是即刻摆出一副生人物尽的姿态 不管是谁 且告诉外面来源 我乃殿中世遇史 堂堂朝廷干员 官家敬臣 此番悉行 来面胜之前 并不与谁私下往来 欲迎前军退役老族出身的侍从文言自然出去妥当相告 然而 片刻之后 侍从却又再度转回 莫其谢一时犹疑 来人自称陕北故人 文官还是武将 莫其谢的侍从以武衣时到来 俨然不认的来人 没戴侍从 看衣着像是文官打扮 但身材雄壮 而且骑着一匹极为雄壮的大马 说话也有些阴阳怪气 而尚未说完 这莫其缘中便干脆失效 然后亲自出去相迎了 果然 来人不是其他 正是莫其玉使的陕北故人 刚刚过去不久的摇山大战中立下书勋的曲端 二人见面 曲端开口便撇嘴不止 莫其玉使这次来关西 莫非要学人家杨振做四肢君子吗 你也不寻个铜镜看看自己 真以为自己能混个三十三宫呢 莫其谢当面一声不吭 赚回到自己下榻的小院之中 方才碾须冷笑 管他四肢还是五肢 眼下这个关节得亏你曲大还是落到了军中 真要是转成了蚊子还敢寻我过早 我刚刚先当众喊一声有贼在说 二人嘴上互相刺了两句 这才在院中作假 而曲端也才正色起来 若是这般说来 莫其玉使此番不忌讳武将 却反而忌讳文臣了 这是何道理 莫其谢龙手而坐 倒也没做遮掩 能有什么道理 经此一战 官家对你们这些军头哪个不是手马把钻 官家要在此处整治西军 刘夕一言而斥 剩下三个大的军头 一个你曲大 一个吴大 还有一个刘二 难道真敢掰扯不成 曲端摇头探道 本朝制度 天子本就能随意拿捏武将 不过是此番这位官家是个马上能射箭的 所以格外显眼罢了 但若是这般说 你不计讳武将 又何必计讳文官呢 先整军 数万西军转入御营 兵马配置好 几万雄兵阵着 再去把关中咸田赏赐下去 谁敢闹事 谁能闹事 莫其谢赤笑一声 并不言语 曲端正了一下 玄机醒悟 确实也跟着赤笑了起来 我懂了 汪湘公训国 吕相公刚刚又升了公乡 都省和书密院都空出了正经大位 下面的诸位史相 大员跟乌眼姬似的 你这人死了心的要做宁臣 绝不想被人称哪位相公的人 莫其谢摇头不止 驱大呀驱大 你这般能文能武 却是个人才 可惜偏偏长了一张嘴 曲端昂然相对 长了一张嘴又如何 这欲营齐君都统治照样是我的 执意前几日变下来了 莫其谢微微一正 继而摇头 是吗 那你还来此作甚 真就是寻我斗嘴来了 曲端此时方才正色起来 倒真有件事情 我摊上了一件事 莫其御史知道郭成吗 莫其谢若有所思 郭成老将军我自然知道 神宗朝伐西夏时便已是名将 多年间一直在还庆 京元 也就是陕北一带转任 而陕北也是你与吴氏兄弟起家之地 你们之间有事 不说我也能想得到 无外乎是人家兵权被你抢了 或是子孙被你排挤了吧 曲端醋梅已对 那时候若不能将兵马 从这些废物手里收拢过来 如何能做事 莫其谢不以为然 那你就这般与官家说便是 官家既然有了任命 心里还是看中你的 曲端愈发醋梅不止 关键是郭成要死了 这是个四朝老将 素来有战功的 此番养老太委屈后 他更是细菌第一资历之人 但这些年一直身体不好 只在还庆陆武宝里打药带死 本来我一直与他儿子郭浩相争 争了许多年 前两年趁乱得了事 也多是看他这个老将军的面上 没下死手 结果不成想今日忽然亲身冒出来 任命我做御营齐君都统的旨意 下来后没两日 郭成仁尚在京原路边境 物宝里养伤等死 渣子却已经送到狱前 乃是公开弹劾我前两年 在陕北时的十项大罪 末其谢寻道 才十项大罪 曲端不以为然道 其实我当年何止是二十项大罪 但又有什么意思 真要论罪 那首贤师 还有王树之士足以杀我 哪里轮到郭成郭浩 文言末其谢寿笑道 这倒也是 那你惧怕什么 曲端终于说到关键 这不是官家正要将西军整个改成御营后军吗 而既要整军 照理说便该给西军将门歇血安抚才对 届时若是官家想着给快死的老将军一个面子 缓了我的御营齐君都统又如何 而且我也不瞒你 郭成郭浩父子与吴氏兄弟乃是同乡 我还怕无大无二那两个贼司也与此事有牵扯 正在烦躁间 恰好听到你来了 所以便亲自使铁巷过来迎你 也是想寻你做个此事的参选 默其谢忠于在校 你这是关心则乱 虚大忠于振作 怎么说 默其缘终免虚相对 我问你 郭成快死的人 为何要临死前弹劾于你 他难道不知道你是官家重义人选 不怕你等他厌弃了报复他儿子 如此资历老将 拼了自己最后体面和儿子前途 只是喂出一口恶气吗 换成你是郭成 你会如此做 许大一时审孝 换成我 自然会如此做 默其谢一时黑了脸 但曲端却又继续笑道 不过我也懂你意思 这是郭浩此番未曾立功 眼看着细菌又要整鞭 所以他爹爹才舍了脸面这般 乃是提醒官家莫忘了他们郭氏两代思潮尽忠 想让官家看他面上给他儿子一个前途 此等事 只要许了郭浩一个位置 便直接烟消云散了 默其谢终于再度碾续汉首 却又好奇询问 正是此意 不过郭浩正当年 又是环庆路政经军职 此番大战为何没有立下些许战功 曲端随手一摆 宛若再说铁像昨日配了一次种一般随意 因为当时往环庆路北面承摘调兵的正是我 而我素来看着鸟四心烦 便特地执照了他的兵 却将他本人留下看顾他爹了 默其谢揪着自己胡子 一时气急 你先好好做个人吧 曲端依然不以为意 我若如吴大那般会做人 好做人 又怎么会跟你扯在一起 吴大也是你陕北故人 今日可曾来寻你 你还不知道吧 人家吴大现在跟刘子宇看对眼了 再加上往日胡经略的台剧 几乎要把关西的大小事情给把持干净 连宇文相公都只是空摆着而已 默其谢灯实不语